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种下棵小树苗 等待它长成大树 光想象就已经觉得漫长 但对人称赖想的赖背缘而言 梦想还不是只种一棵树 而是想把树变森林 延伸到天际 一个人制造一年的欧应核弹7.5吨 所以我们来这四间短暂 四五十年 五六十年 以后要走的时候 要清清白白 那里才来只在地球 我们人没有一点 爱有忠状 但是爱有信用 我的信用就是正确 戴着牛仔帽 锄头不离身的赖嗓 很难想象过去是西装鼻挺 赖嗓家是开货运的 他跟兄弟们白手起家 全身齐光一天尽力 可以在台中七起买两栋房子 在运输界无人不小 接触了不少工厂客户 所以从年轻开始 赖嗓就比别人看到更多污染的可怕 想法一点一滴在心中茁壮 就在三十一岁那年 累积好几十亿身家的赖嗓 再也没有踏进公司一步 把公司交给干部跟太太 从赚钱者变成一个花钱者 你人要做一些傻人的工作 做一些无书的奉献 大家来都厉害 大家这样就都 没要做到古典的工作 你还有几个傻人 傻人就要做傻人工作 傻人工作才能贪得上 几千年几万年 太习惯了都十万年而已 孝春自己是傻子赖嗓说 光看他买第一块地就知道 当初人家看他做货运 主动上门要卖地 结果只听到大雪山三个字 连地长什么样子都没看 只考虑三分钟就花了三千万买了 这种就是没有了 种的就是 这些地形 这些土地 定性的虾 就是 营救都 没可能再来 种 蔬菜水果 大雪山海拔有两三千公尺 起初山头放眼望去都是果园 有柿子 梅子 柠檬 但赖嗓废掉果园 只因为觉得山该有山的样子 他想回归到林从头开始 但要种什么一开始也不清楚 还是木材行老板给了灵感 没多久后又买了第二块地 就这样一种下去不可收拾 过去投资的不动产 一块块被拿来卖地变现 再拿去买林底 把外面的黄金拿来卖地 乱地再种树 高级树再变黄金上来 在当时没有几个人听过节能减碳时 赖嗓就一头摘入这个他口中的 千年事业 那就是十多的 人的十千万是这样的 我们的十千万是这样的 这就是逆向 逆向思考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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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有底层板 每个人都没有底层板 在动则七八十度的山坡上 要是不服术很难往前走 但赖嗓如履平地来去自如 它在平台场,去根换成王山 王山的意思是 十千万 stitch 十年来 十气 十厄生 十超厄截 十三十 暴力 是的 本來要叫做自己的 自己的自己的 叫他們來幫忙 做一些事情 做一個成功 他們不做事 這樣用這個回應 好,來 對 不用坐 站起來 明明沒人逼 卻像在跟時間賽跑一樣拚命趕進度 一坐至少就四個小時 頂多中午吃飯才算休息 為了我們 這天菜色罕見豐富 但熟悉賴嗓的人都知道 平常頂多兩三樣菜 或者大鍋麵大發一餐 隨著臨場置見規模 賴嗓的身軀瘦了 來到賴嗓口中的閱兵台 眼前的視野頓時開闊 二十多年過去 昔日的黃土變成青蔥綠藝 這個神木啊 這個阿伯 古吉祥這些都是 千萬大軍啊 千萬大軍啊 我自己在講話 牠也在打 對 我在睡覺 牠也在打 對啊 對啊 這比四分去那一分 牠也在打出報道 牠也在打得好 怎麼說 牠也在打出牠也在打出牠 所以我經常說 牠也在打出牠 不用老婆 不用牽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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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扣牠 每天都掌天白 牠也在打出牠也不會跳 還不用牠吃飯 什麼就是永恆 對啊 這個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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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種 白不種啊 一種跟牠賭幾千年啊 三五千年啊 這是第一顆樹喔 到我們採訪前一個月 賴桑又買了七筆土地 到現在已經買下十座山頭 種的牛樟 孝南 五葉松等國寶樹 數量超過二十六萬 已經是全台最大私人造林 賴桑的森林夢還在延續 二十八年蒸就是這樣 這樣蒸起來 這樣 現在已經八米花了 八米花了 八米花花了 一人過來很粗嗎 一人差不多 差不多 沒什麼花 這是賴桑種的第一棵樹 是牠夢想的起點 卻也是牠跟家人 產生旗艱的開始 我都反對 阿姨是怎麼說 說我啊 說人啊 對啊 說這 是要吃草啊 是要吃肚子啊 跟我媽講 是不是賴桑給我啊 要來找生的姨子嗎 爸媽說她瘋了 妻子跟她冷戰五年 兒子形容賴桑 拋家棄子 那個背影本來就是離棄我們的 在小時候 那個背影是 碰觸不到的 我也常跟朋友開玩笑說 我是韓澤金湯子出生這樣 可是在我出生沒多久 這根金湯子就被賴桑拿去埋在弟弟 那你不會感到煩惱說 阿姨 萬一不諒解怎麼辦 對啦 不諒解 那是 談這個偶女思情 這是小愛 要跟大自然 要跟地球對談 這應該是大事 那時候的賴桑不辯解 不反抗 他沒有放下鋤頭 默默地忍受責難 新的工作 新的事 一百人反對 你就大成功 一百人贊 這樣就大失敗 你 人跟你說會用力 就是沒有敵事啊 沒有特色啊 靜人有嘛 靜人做 對吧 我就是要走出一條不同的路 我就要用公布羅用一百八 要用刺激一百八 有的人就是刺激不斷 不知道 做不到 問賴桑難道不灰心嗎 他依舊一派灑脫 堅信自己是在做對的事情 上天自有安排 隨著樹越長越高 水回來了 鳥也回來了 大自然的美仿佛在無形中 將家人之間的鴻溝逐漸填平 都拿十千萬了 你把它做起 他就做起 你就拿去 大二次賴建中回憶 八年前一次聚餐 看到父親病腳長出白髮 讓他開始想去了解 到底父親大半輩子在做什麼 也才發現 原來父親每種一棵樹 在他們兄弟心中也種下了樹苗 賴建中說 年輕時非常叛逆 只能說大自然有他神奇的力量 在不知不覺當中把他的心變美 開始體會到 原來父親的背影 不是背棄他們兄弟 而是在帶領 在這條種樹路上 舉舉獨行了二十年的賴嗓 終於不再孤單 出過球就乾乾淨淨的 雜草都沒有了 只有樹苗而已 打電動跟上山你喜歡哪一個 為什麼 因為很像空氣新鮮 所以我不是空人 所以你們以後期間 我現在一年種一萬人 五百 你們看我們兩萬目 三萬目 這邊念頭都說 不是我們落下的 這是土地的 我就想你讓我們靠這個 法部 來這裡 做這種的 使人 創造環境 三點八六就整理這樣 賴嗓不成稱呼 這些樹是他的 他形容自己只是上天派來的 暫時圓釘 所以有三大政策 不砍伐 不百賣 不留給後代子孫 有了 後代的人去看 說 這這麼久就已經 做這件事了 你這樣說不行 這就是根據 人的保障是 以前的人是放 黃金 放 這個是人 我們這不是 我們這就是放 一一一 這是一一 一一而已 還在念國小的孫子 也被帶上山 希望在耳濡目染之下 從小在他心中 生根種樹里念 村差不多百分之二而已 這裡 村這個而已 所以本來是舖寫 本來是這隻 補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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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个月上百万 一年上千万 更别说买树苗买地 到现在已经烧了15亿 但跟以前不一样的是 过去只有他一个人 现在随着儿孙加入行列 赖桑开始思考 该怎么让这条路走得长久 就算哪一天离开人世 依旧可以永续 现实是残酷的 没有钱 梦想即使再美 也没法继续 但赖桑不想开放灵场 不想破坏 好不容易才回来的生态 赖剑中跟赖桑讨论后想出 让森林自己养活自己 这五年开始种咖啡 从网路走到实体店面 希望有个原地分享理念 因为这不是帮别人种 所以坚持不接受捐款 我们是在大树下种咖啡 空间利用 对 那跟国外很多咖啡不一样 他们是砍树种咖啡 No 第一我们不care产量 运用森林里 远远不觉得绿植园 创造获利 然后回归大自然 咖啡只是媒介 在传递种树理念的同时 人在山上的赖桑 一刻都停不下来 因为少做一天 损失可大了 现在就应用差不多三五百个人 希望可以应用多少人 没办法 越多越好 来一个就给他种一个 来十个就给他种十个 内心进去 他回去要种多少 看个人的能力 别人看他 从身家几十亿到负债 但赖桑认为自己是把全部都定存在大自然 没办法 快乐一百% 希望一百% 看到这都要给他整理 你看我现在都给他整理 整理 这后面都当生木了 对啊 对啊 他听着我们人也只要二十八年左右 这听着先整千年了 所以到我回去 要留五十万台军 台湾的国保州 要留在这个地球上 那么应用 比起企业 种树才是千年万年的事业 才是真正的东方不败 很好的理念 也很难得可以看到如此身体力行的人